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说呀,自打这个准杆尔韩国的绰罗斯·杆尔丹 继承了他哥哥僧哥的韩位以后 先平定了内部的叛乱,打压了在本部族当中的政治竞争对手 然后啊,就要对外扩张了 雷霆扫学之势啊,就平定了伊尔强和哈斯克 那接下来,这杆尔丹就把目光又转向了西亚 自己的西边整个布哈拉地区 这个地区呀,从这个地域上讲啊 我们称之为费尔干纳地区 当时在这儿生活的这个民众啊 有什么这个诺盖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 您看这块地儿啊,和咱们中国挨着 实际上呢,我觉得您可能无论是在新闻呢 在文献呢,以及读的这些历史资料当中啊 了解的都不多,为什么呢 因为直到今天这块地区仍然是这个极端宗教和恐怖组织的一个发源地 和这个新疆前些年闹得很凶的那些坏人呢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一地区呢,和我国的新疆啊 就隔着一道山梁 从中国版图这几尾巴尖啊,翻过山梁之后一直奔西就到了 那这个地区有多大呢,说是个盆地啊 实际上它算是山间盆地,很小 我们多数时候称呼这个地区啊,为费尔干山谷地带 我们知道啊,翻过山来进入到新疆也有一个盆地 就是啊,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有多大呢 东西的走向啊,有一千五百多公里 南北呢,六百公里宽 面积啊,应该是有五十三万平方公里 而这个费尔干盆地,也就是这个费尔半山谷地带啊 东西只长三百公里 宽一百五十公里 面积呢,也就是三万平方公里 所以说呀,很小 您看着它小啊,可是说它人烟稠密 这地方不大呀,却占了中亚五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这民族成分呢,是相当的复杂 至今为止啊,这乌兹别克人 俄罗斯人,塔吉克人,达达人,吉日吉斯人 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呀 这个小众的少数民族 世代的在此杂居 那有人就问了,那这么一小块地区 集中了这么多人,他们怎么生存呢 哎,这个地方啊,它有石油 既然呢,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民众 那它必然能养活这群人 这个地方的工业相当发达 棉纺业,丝织业,油纸业,化工业,石油,金属加工 等等等等 广是大型的天然气管道 从这输出来的就有三条 不但如此啊,这儿气候宜人 什么这个农业上的棉花,葡萄,园艺 外加生畜牧业也很发达 各民族杂居混居又有钱 然后就导致了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是啊,这个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都 这冷战结束以后啊 伊斯兰的极端宗教组织 以此为中心呢 在中亚地区迅速的蔓延 其中啊,就包括那些我们熟知 讨厌的名字 对很多的主权国家发动他们所谓的圣战 其目的啊,就是想建立这个政教合一的 伊斯兰极端的宗教主义国家 这些问题呢,不在咱们今天这部书讨论范围之内 所以说咱们一带而过 您知道也就行了 这话呀,咱们说的是现在 其实那会儿啊 那块地上生活的人呢 也挺不好惹的 咱们讲这个清平大小合桌之乱的时候啊 提到过很多这个地区的国家 以及城市 那都是啊,支持大小合桌 叛乱对抗大清的人 可是在那个年代呀 他们遇到了更横得住 谁呀 绰罗斯的嘎尔丹呢 蒙古大军一到 没费什么劲就把这一地区 就画进了准嘎尔韩国的版图 这嘎尔丹呢 率领着蒙古骑兵 还管你是不是多民族杂居呢 快马温刀啊 是一通的蒸沙 到了1686年 这准嘎尔韩国呀 已经把今天的新疆本部全部占领 并且向西占有今天中亚五国的大部分领土 直到这个黑海岩啊 什么这个萨马尔汉呢 布哈拉呀 这些赫赫有名中亚的古老城市啊 那会儿通通被准嘎尔大韩 赫尔丹攥在了手心里 这一下啊 这准嘎尔韩国壮大了 那下一步该干嘛了 他要继续实现那个梦 统一蒙古重建大元的梦 那最爱演的人就是东边的喀尔喀蒙古 可是说呢 这蒙古人他再好战呢 他也得等个机会 这赫尔丹在等什么机会呀 像这个漠北蒙古进攻的借口 哎 要不说啊 这国运来了 伤可挡不住 这借口啊 说来就来了 接下来的书啊 有点复杂 不是咱这部书的老听户啊 您听着可能叫费劲 不过没关系啊 您接不上前文 也不耽误咱们这段书啊 他热闹 前文书咱们曾经提到过一个人 谁呀 叫俄罗沁萝卜藏 实际上啊 他是草原上的一个太极 后来呢 继承了韩位之后啊 就成了这个阿拉坦三世 这会儿草原上各部族的大韩呢 长心了 他们不在呀 以自己的名字 惯以自己的韩位 我觉得是为了显示自己韩位 有传授 所以呢 他们也开始啊 一二三世的叫着 这个人呢 不守规矩 尤其是啊 不遵守内部蒙古的威拉特法典 在这草原上啊 七强凌弱 攻杀了扎子克图汗 当时呢 在这个末北蒙古啊 一共有三大部啊 就是吐蟹图部啊 扎子克图部和车臣部 那扎子克图汗一挨打呀 扎子克部很多的这个牧民就跑到了吐蟹图汗部 那前面说咱们讲了 这俄罗欽罗伯藏遭了报应了 哎 不但呢 遭到了整个这个末北末南蒙古的追杀 并且跑到了墨西蒙古 还被赶尔兰的哥哥森格砍掉了一只右手 至于他怎么样 咱们不提了 咱们接着说呀 这个末北蒙古这点事 那事态平息以后啊 扎子克图汗是死了 可是小扎子克图汗啊 登基了 人家这个二世就说了 你呀 这吐蟹图汗 得把我们这部众交出来 哎 不能因为有一个这俄罗沁罗布藏叛乱之后 您捞了这么一大便宜啊 那既然我们是联盟 我们都是这个大清的蜀国 所以说呀 你必须把我的部众归还给我 那我们也知道在草原上 这人才是最大的财富 这吐血吐寒 当然是不能够给了 这两边啊 各说各的礼 哎 剑拔弩张的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这事可就闹到了康熙皇帝那 康熙皇帝说呀 既然都是我的蜀国 我的藩蜀 咱们不能以这个武力解决 咱们呀 会蒙 坐起来谈 康熙皇帝要说呀 是挺给面的 派来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等级很高啊 外交部部长 也就是当时的 李帆院的尚书 名字就叫做 阿尔尼 为什么有人说呀 咱们这个说书书的 啰嗦我不服呢 如果前文书不交代清楚了 后文书再出来这些人呢 就很突兀 这阿尔尼呢 就是咱们这部书开篇 带着三万人 跟嘎尔丹一仗下来 被杀得大败的那位 大清 李帆院尚书阿尔尼 阿尔尼来到了草原 算是大清国派来的天使 这次会蒙的召集人 那既然是解决蒙古问题 广是哥大部族的韩王 和这个小部族的王爷来了 可不行 必须呀 得把他们的这个宗教领袖 也叫到一块啊 来商量这事 那么都是什么宗教领袖呢 那首先呢 就是这块地区的宗教领袖 叫哲不尊丹巴活佛 这哲不尊丹巴活佛来了之后啊 很多人呢 嘴上不说 心里也是不服 这群人是什么人呢 都是支持啊 这扎子克图汗的 为什么呀 因为大伙都知道 转世到这一代的哲不尊丹巴呀 那不是外人 是吐血图汗的弟弟 那他主持的会议 谈起来 那能没偏谈吗 那呀咱们就还得再请一个大伙佛 法力更高 修为更高的 他们就想起了远在西藏的达赖喇嘛 一封请柬就下到了拉萨 哎 这会儿的武士达赖喇嘛 能不能来呀 那他来个大和尚来呀 这会儿谁都不知道 实际上武士达赖这会儿啊 已经原济了 这会儿的藏区主持工作的 就是和说特韩国 在藏区的第八 叫做桑杰加醋 武士达赖的徒弟 感尔丹的师哥 当然了 这桑杰加醋呀 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 这武士达赖非常喜欢的一个徒弟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这桑杰加醋呀 想摆脱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控制 说的中央政府啊 说的就是大清朝廷 不想让朝廷主持金平撤迁 他想以他们的意愿为转移 选出第六世的转世达赖 那么这会儿的六世达赖选了 没有可能应该已经选了 这个人呢 大伙都熟 所有的这个文艺青年呢 没读过他的诗啊 就称不上中国的文艺青年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著名的这个诗人活佛 六世达赖 苍阳加醋 这六世达赖现在做没做谈啊 咱们暂且不提 因为不在咱们这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咱们就说呀 这个桑极加醋 为了不让中央政府干预此事 把五世达赖 原济的事一瞒就是十三年 后来当然康熙皇帝是发现了 那现在肯定是不知道 那人家这个草原上的众部族 以及大清朝的邀请函来了 这五世达赖啊 原济了 六世达赖又不能露面 那咋办呢 于是这苍结加醋 就向这次会盟派来了一位 达赖喇嘛的最高特使 这个特使的名字非常不好念 咱们只说一次 他的名字叫做 嘎尔胆希勒图 那行了 这蒙古一方啊 以及这个西藏一方的宗教领袖 既然到齐了 那么就开会吧 这开会啊 问题来了 那谁做上手呢 那没办法 在人家宗教地区啊 这既然代表活佛来的 那就是神 那更何况 哲不尊丹巴活佛也到场了 所以这二位啊 统统坐在了上手 但是会议谁来主持呢 这康熙一方啊 也就是大清一方 当然是希望 哲不尊丹巴活佛来主持 因为啊 这吐谢吐寒 和这个中原政权大清朝 关系非常的好 他们呀 得维护自己 关系最密切小弟的利益 所以这会议呢 就由吐谢吐寒主持 既然如此呢 上面虽然坐了两家活佛 当然了 有一位啊 是活佛的代表 所以说这 哲不尊丹巴活佛主持会议 就坐在了主位的位置上 天下事呢 就怕有人调停 哎 有人扇护 有人调停呢 自然就往和平了方向走 有人扇护 脚趾棍一出啊 那就乱了 达成了共识之后啊 就好办了 这两家霸兵 在神佛面前启示 永远呢 不互相对立 吐谢吐寒答应 把人家这人口啊 给人送回去 这大会开了三天五日之后啊 一天云彩满散 可是谁想 这嘎尔丹不干了 没份还想下去呢 这会盟还没结束几天呢 这嘎尔丹听说此事以后 就给这个大清朝廷 以及吐谢吐寒 分别写了信 这信上说的很清楚 说你们办这事不地道 不管结果怎么样 这达赖喇嘛 应该是藏区 以及这个蒙古地区 第一的宗教领袖 你怎么能让他的使者 坐在下垂手的位置 让哲不尊丹巴活佛 主持会议坐在上垂手呢 这大清朝啊 收到这封信之后啊 根本就没搭理他 那么同是这个蒙古 大部落首领的吐谢吐寒 记得这封信一看呢 气乐了 说这嘎尔丹 你是什么东西 敢给我写这种信呢 于是拿起笔来刷刷点点 就写了一封回信 给这嘎尔丹啊 又送了回去 这信上啊 主要就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你算神马玩意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这里边啊 关你屁事 这嘎尔丹看完这封信之后 生气了吗 他没生气 这不正是我要等的机会吗 得嘞 这大清朝 康熙皇帝 不管你啊 你们家大人不管呢 那得看我的了 于是啊 这赶尔丹整顿人马 就要出兵末北 这才引出了日后的乌兰不同 大战 好 小子 小子